寻遇为何要在晚年背叛曹操呢 或者说和曹操对着干 看三国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就是这个片段 寻遇跟随曹操是南征北战一辈子 晚年突然和曹操对着干 反正特别让人难以理解 我查了些资料 易中天老师对此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析 那么今天尝试用我自己的理解去分析一下 也许不对 但希望能够提升你的思考维度 第一呢 寻遇是忠于汉室吗 看不得曹操禁为魏王吗 这个观点非常的普遍 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逻辑我认为根本说不通 首先邪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 寻遇是支持的 但汉县帝在曹操手里多次受到曹操的欺负 连怀孕的皇后都被曹操干掉了 寻遇如果是忠于汉室的话 他就不会无动于衷了 不管怎么说 他也应该去劝调一下曹操嘛 让曹操收敛一点吧 然而史书上没有任何的记载 直到曹操加酒席了 寻遇才出言反对 那么之前的寻遇在干嘛呢 为啥做事曹操做大呢 明明他就坐镇曹操后方 那为啥不能够帮助汉宴帝提升下皇权呢 提升下实力呢 说白了 寻遇就没有打算终于汉宴帝 就没有打算终于汉室 那么第二呢 当时的情况是汉室衰微 普天之下呢 除了那些黎民百姓 可能对汉室还有些怀念 没有哪一个英勇豪杰 还会怀念汉室 没有哪一个聪明人 还认为汉室是可以复兴的 在这些聪明人上场人看来呢 汉室衰微是一个改变不了的事实了 也没人愿意去为汉室陪葬 寻遇呢 是聪明人 肯定不会为汉室陪葬 第三呢 寻遇不忠于曹操嘛 这个也说不通 如果他不忠于曹操 就不会跟着曹操干一辈子 尽心尽力辅佐 曹操团队最核心的谋士呢 寻遇 就是寻遇的亲侄子 寻遇原本不是曹操手下 是寻遇将他拉进了曹营 得到了曹操的优待 而投靠曹操之后呢 寻遇也表现得非常的优秀 成为曹操手下一等一的谋士 当时寻遇主内 为曹操打理内部事宜 寻遇的主外 为曹操的出谋划策 可以说呢 颖川巡氏 算是曹操这边最大的士族了 而劝见曹操禁卫公 加九夕制正是寻遇 曹操当上卫公以后呢 寻遇直接做了卫国的上述令 可以说曹操对寻遇是多么的信任与重视 而寻遇和寻遇的数字关系非常的好 他们都是互同有无的 所以说寻遇当初劝见曹操禁卫公 肯定寻遇是知晓的 所以说寻遇是不反对这个事的 所以说寻遇不存在不忠于曹操这件事情 至少在前半生是这样的 那为何寻遇到老了却要背叛曹操呢 我个人认为主要是曹操他失望了 如果曹操在有生之年能够平定天下开启新的王朝 那么寻遇就和曹操一样清史留名 也名正言顺 这就是文人谋事最大的梦想 但现在的情况是 孙刘连和三国一城顶独之士 他的想法是让曹操先一统天下 然后再篡夺汉室 但曹操已经没有这个经历了 他也不愿意去操作 于是两人矛盾激化 所以寻遇看不到希望 如果不能一统天下的话 那寻遇想 我有可能在死后留一个背叛的骂名 这不行 所以他就背叛曹操 以死来证明自己是忠于汉室的 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清史留名 我认为这就是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所以一辈子铸曹和最后抗曹 这两件事一点都不矛盾 都是为了能够名正言顺的清史留名 你怎么看呢 关注我 但你领略 不一样的历史格局